字幕視頻 字幕視頻 怎麼都沒有人 不知道耶 你去我們前來的 大家好 我是偷刀 現在我來到了 基隆白燈燈塔 調點這裡 在今天我们有找了好伙伴一起来这边钓鱼 阿玛安安 当然 人不我一定要先吃一堆 我们就开始做钓吧 Go 好 来我们的城底钓主先下去吧 哇跟炸弹一样 只是不知道今天这种刚入村的时候 鱼到底好不好钓 咦 咦 怎么是赤龟 赤龟 赤龟 我怎么是赤龟啦 你在干嘛啦 我怎么开户也是赤龟啊 后来这次改挂南极虾丢下去看看吧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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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钩 YES YES 而且还同一钩耶 哈哈哈哈 菜刀跟臭度耶 他们一起咬耶 咬同一钩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来吧孩子 吹下去 咬一下 哦 终于 哇 咬一下 哦 终于 哇 哦 YES 哦 好可爱喔 哇 中 中利仔了耶 哦 OK啦 既然我们都有准备了浮标钓组 我们就来试试看说 钓表层能钓到什么鱼吧 好来 水 嗯 沉了 哦 哦 什么 哦 怎么又是赤龟啊 哦 哦 哦 好来 吹下去 哦 好像一下去就有鱼在咬了耶 哦 沉了耶 中鱼 中鱼 中什么鱼 可以... 哇 哇 新油票耶 哦 哦 给各位看一下 新油票耶 哦 哦 哎呀 好有拉力哦 我觉得基调可以耶 耶 嘿嘿嘿嘿 嘿嘿嘿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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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什么鱼 诶 哦 哦 哦 我们中了雀鸟耶 给各位看一下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印象啊 上次我们在望海巷那边也有钓过一只雀鸟 哦 好啦 那我们就准备下课咯 红标米酒 鱼 酱鳳梨 青葱还有姜条 最后还有我们的主角 鳳梨 OK啦 我们已经回到土豆的工作室了 今天我们要做的料理是 鳳梨鱼汤 没错 我们今天钓到鱼 它的别名叫做鳳梨 然后我们要拿出鳳梨酱 把它煮成汤 有人说新鲜的鱼 你直接煮姜丝汤加盐就很好喝了 反正既然我们都钓到了鳳梨 我们为何不用鳳梨酱来煮鱼汤看看 看好喝吗 那我们先把水煮滚吧 吹下去 然后再刚刚烧澡 我已经将鱼的肚子还有鱼鳞都去除干净了 嗯 嗯我们的水已经煮到开始冒热烟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先下 凤梨酱 刚刚我们差不多加的是500cc的水 然后凤梨酱的话我们就加 三小时 一块凤梨 两块凤梨 三块凤梨 吹下去 哦是说本身它这个凤梨酱非常非常的咸 但是我们在水味滚之前先把凤梨酱下下去 是因为希望说水可以把凤梨味道带出来 不然说它这个鱼汤当下喝可能没有那么咸 假如我们放到隔夜之后 它的咸味完全扩散出来 你的那碗汤会非常的咸 哇 这个酱光是用水煮 就很浓的水果香味勒 我觉得还不错呢 接下来 加入 红标米酒 三匙 接下来加入 姜条 在料理的过程中 我们会加入米酒 姜条是为了要降低鱼腥味 但是说米酒啊 它在煮的过程中 我们会觉得说这个汤会有一种甘甜的感觉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这种口感的啦 很香 很香 OK啦我们的汤已经煮了20分钟了 那我们来喝喝看 煮凤梨酱的汤味道如何吧 好香喔 好香喔 好喜欢这种酱凤梨的味道 超香的耶 给各位看一下 酱凤梨汤 喔 有 它这个汤已经有煮出咸味了 虽然说喝起来整体只有 烟凤梨的味道啊 但是我相信 将这条凤梨 加下去之后 完全就会不一样了 来吧 吹下去 可以 那我们现在将汤锅转成小火 继续炖煮 炖煮差不多五分钟之后 就可以开动咯 哇 哇 好鲜的味道喔 不愧是现杀的鱼料理呢 那我们关火吧 我们关火之后加入青葱 来吧 吹下去 哇 像是大海的味道 感觉真棒耶 给各位看一下 清汤 原本酱凤梨汤的味道 现在又多了海水鱼的一种鲜味 在汤里面 现杂 喝起来的味道 很鲜耶 由于酱凤梨本身 它就有极度咸的咸味啊 所以我们煮这锅汤 完全不用加任何一滴的盐 哦哇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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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真可口耶 那我們來吃吃看它的魚肉如何吧 我們再吃一塊魚肉看看 是說說各位如果你們有在釣魚的話 假如你今天釣的魚大小是OK的 水質也是OK的 不妨也把魚帶回家吃吃看吧 那我們說說看我們今天去白燈釣魚的感覺好了 我們今天去的白燈塔釣點 它那邊屬於在和平島的範圍之內 如果你要進去它管制區釣魚的話 你必須要找到協會的主辦人帶你們進去 通常入場費他們會跟你著收300元 裡面也包含了保險備用 雖然說今天整體做釣的天氣十分的糟糕 十分的炎熱啊 我跟哈馬幾乎都快被曬成人乾了 我是覺得白燈這個地方 各位你們有來基隆釣魚的話 不妨提前報名進去試試看 那我們這鍋剩下的湯 我等一下會喝完的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 來自家紀錄一片 都先見一片 我們拜拜 我們在家一個人的參賽者 拍給我們 一個人的地方 我們要來壽cents 我們一起吃天氣 買朋友 那邊有很多活動 我們要去吃天氣